这儿还有两天哪 杜梅 你搬进这儿来 晚上第一次过来 够奢侈的 像是钱康金屋藏娇的地方 会说话吗 不会说话闭嘴 方言开玩笑了 别生气 就是 钱康对你可真是没说的 对了 你这要干吗呀 突然把我叫来 是啊 他说 借这房子请个客 我才知道是你 坐吧 来来来 快请进小韩 里边请 你也来了 方言 你还叫谁了 都进来吧 买东西都放在里边吧 人都到齐了 今儿是我生日 要唱生日歌吗 不用了 这一环节就耍对了 好 来 都端起来吧 能认识你们三位 我真高兴 能和老朋友重聚 又认识新朋友 这是我今年最大的收获 人生得益知己足矣 何况一下得丧 这一杯什么也不喂 就为了将来往后 你们能把我当朋友 有了难事 第一个想起我找我办 我就知足了 干 下面 该你们助我了 那我先来吧 那我先来吧 我祝你 生意越做越好 发更大的财 这杯我不喝 那好 换个说法 祝你快乐 虽然这个祝福很渺茫 但作为个愿望 我喝 我祝你身体健康 长手 健康还行 但我不想活着太长 行吧 来 我祝你财色兼收 不劳而获吧 我每年过生日 都许这个愿 就是没有实现 感谢你把你的愿望给了我 我也喜欢 干 好 酒喝过了 急性话也说完了 别冷场了 咱们到这份上 说点掏心窝子的话吧 都不好意思 那我先说 杜梅是我的偶像 这你们都知道吧 怎么还提这个呀 这篇翻不过去了 这篇是真翻不过去了 我接着说啊 上学的时候 我上课老偷偷看你 一座广播体操的这个动作 怎么 我就能趁机特理直气壮地 回头看你 知道我当时最恨人吗 就是老师怎么不让我跟你同桌 我是不要脸了瞎说啊 这么些年 十几年了吧 我不能听你的名字 一听就碰然心动 我现在回去收拾你短信说 结婚登记了 那几天 天一直是阴的 更加事 别担心 别担心 推 别担心 别担心 我不能有 要不要 你还能跟着 疑问 你太疑问了 今天想法律 他怎么会 这把自己的 你现在抽我也来得及 既然今天是钱兄的生日 我也没什么厚礼 就请你抽我一大嘴巴吧 既解了你心头之恨 也了了你心愿 看看 方兄说话就是不饶人 老跟你呛着走 来 钱康 我敬你一杯 谢谢你对我的关照 我也说说吧 以前我有个男朋友 后来他大学考到了北京 然后交了个北京的女朋友 就和我分手了 我想 没事 以后我还会遇见很多很多人 可能我也会离开成都 到北京 或者更远的地方去 后来陆陆续续的 交了几个男朋友 都没什么感觉 也就是同居吧 有人也想跟我结婚 我觉得 我还会遇到更好的人 属于我的那一个 我还没碰到了 就在这个时候 我遇到了方言 过去我总是优柔寡断 这次我想 我说什么都不能放弃 这么难得的好机会了 用你们北京人的话说 我要死磕一次 方言就是我的动力 多么真实的真情告白 方言看看人家姑娘 你都不觉着惭愧 尽康 我还没说完呢 方言 我知道你不爱我 我可能也不爱你 我还是有自尊的 不会再逼你了 今天当在大家的面 我宣布 我放弃了 小韩 小韩 你太牛掰了 我说 你们俩 有什么心里话也说说 方言 你哑巴了 怎么一跟我呛你就来劲 该说的全让你们说的 我还有什么可说的 其实人家小韩也挺不容易的 我了解他以后 我发现他还是很可爱的 我也真心希望方言能对你好 杜梅姐你别说我了 我知道你跟方言 都还爱着对方 我早就看出来 你们一直 割舍不下彼此 我这次以为出现 完全破坏了你们的好事 是 我在这儿给你们道歉了 看看人家小韩 觉悟就是够 方言 你们 其实你心里想什么我一清二楚 别以为救母亲别人都是傻子 你们俩到底是真离婚还是假离婚 不管真假 我知道杜梅的心还在你们 其实是个人都能看出来 你们还是彼此爱着对方 我看你们也看出来了 就是都冰着 不至于吧 以前你们也在一床上睡过 该干的都干了 什么都看得真真的 还怕这个 我说得没错吧